Hi,Exponential and Algorithmic Function Part 1 指數限數與對數限數第一部份是由Teutonotes帶給你們 這部份的筆記首先會講講什麼是Rational Index 有利指數 接著會講Law of Rational Index 它的定律 根據我們的定義 X任何實數 它的n次方 即是n個X乘在一起 例子 X是3次 即是3個X乘在一起 實數的例子 2是3次 即是3個2乘在一起 8 在這裡特別掌握大家的掌握 負1的3次 3個負1乘在一起 負負得正 再乘是負 負1 如果外面再加一個負號 負 負1的3次 即是負1乘負1的3次 剛才我們計了負1的3次是負1 正1 有看負2的4次 負2乘負2乘負2乘4個 兩個負2乘在一起 就是正4 這兩個負2乘在一起 亦都是正4 4乘40 Twist1的問題 負1的745次 不需要真的做745次 1任何次方都是自己 深水清 大概應該留意到 負2 4次方是正數 因為4是雙數 負1 3次方 是負數 因為3是單數 這個問題我們只需要知道745 是單數 所以 所以答案是負1 問題簡化了 負1的N次 N是單數 它就是負1 負1的N次 N是雙數 它就是1 再看得遠一點 負1的2N次 我這裡寫是1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N是什麼 因為縱使 N是單數 也好 雙數也好 乘2 都必然是雙數 負1 雙數次方 正1 負1的2N加1次 給大家想一下 剛才我們說 2N 永遠都是雙數 無論N是雙 還是單 1的雙數 加1 肯定是單數 負1 單數次方 都是負1 講完定義 definition 講定律 Law of Rational Index 第一個Law XY 括弧的N次 即是N XY 乘在一起 乘法的次序可以調轉 我將N X 組合 N Y 組合 即是 X的N次乘Y的N次 換言之 當括弧括著兩個數相乘 N次方 可以分配給括弧中所有的數 實數例子 2乘3括弧三次 即是2的3次乘3的3次 3個2乘一起 8 3個3乘一起 27 8乘27 216 大家可以換轉角度去看 先按了2乘3 即是6 6的3次 都是216 不是實數的例子 負X 括弧的7次 首先負X可以看成為 負1乘X 負1和X分別是兩個數 7次方分配進去 負1的7次乘X的7次 即是負1乘X的7次 負X的7次 第二個定律 兩個的基礎都是X N次方乘M次方 有N的X乘在一起 M的X乘在一起 最後有多少個X呢 M加N那麼多個 相同的基礎 雙乘 次方 雙加 相同的東西來的 所以一次過說 X的N次 除於X的M次 有N的X在上面 M的X在下面 約了 有N減M那麼多個X 例子 相同的基礎 看成除 乘 次方就加 3加2 除 次方就減 減4 最後發覺是 5減4 即是1 一次不需要寫 等於X Trees Trees 負X 括弧的3次 乘 負2 X的2次 都是括弧 除X的4次 要拆開了括弧 分配了的次方 進去給負 和負2 才可以做 負X 一樣 看成為負1乘X 負2X 相同地 負2乘X 次方要分配進去的 三次方分給負1 分給X 二次方分給負2 和X 負1的3次 乘負2的2次 負1的3次 即是負1 給負號 負2的2次 負2乘負2 是4 X 次方 雙加 3加2 除 次方雙減 和剛才一樣 X的1次 即是X 掌握一掌握 大家的掌握 我們 剛才的例子 都是 N大於M 上面放2加3 即是5 下面放4 還有兩個可能性 一 就是上下的次方 相同 亦有機會下面的次方大於上面 如果上下兩個次方相同的話 根據第三個定律 我們會得出 N-N 即是X的零次 我們知道X的零次是1 因為是兩個相同的數 例子 負8的零次 不需要看負8了 看到零次方 等於1 好沉氣 做多一個 A加B的零次 A和B是什麼不重要 加起來也好 乘起來也好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零次方 1 剛剛剛才說的第三個定律 如果 分母的次方 不夠分子的次方大 我們就需要 定義負數次方 可以這樣想 X的負N次 其實就是 0-N 剛剛剛才說完 X的零次是1 即是X的負N次 就是1 N次 立刻來講例子 Simplify這個expression 簡快這個代數分析 XY 括弧的二次 大家都有二次方 看得快一點 X的次方 是2加3 Y的次方是2-4 因為 二次方除四次方 我們會計到 X的五次 乘這個 Y的負二次 負二次 即是1 Y的二次 答案 X的五次 除Y的二次 好像很複雜 X的N次 再M次 有 N的X 乘在一起 Total有 M那麼多 N的X 乘在一起 即是 N次方雙乘 N乘M那麼多的X 比較一下第二個定律 千萬不要混亂 兩個數 他們的base 相同 次方 雙加 是因為他們乘在一起 括住的 是代表他們的 次方雙乘 分清楚 實數的例子先 夠實在嗎 2的二次 括弧的三次 括弧 次方雙乘 2乘三次 即是2的六次 64 簡單的題目跳得快一點 留待一次過做綜合的例子 看看第七個定律 X開方N次 如果我們平時寫的話 N次盡量會靠近這個開方 這個角的位置 是等於X的1 over N次 可以這樣理解的意思 如果 開方的 X的N次 即是我們要找一個數 自己乘自己N次 假設它是A 是等於X 好像很複雜 做例子 開方4等於2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清楚 意思即是 我們要找一個數 自己乘自己2次 是等於4 2乘2是等於4 所以開方4就等於2 在這裡我們沒有在角形位 寫個2字 因為當它是2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寫 開方大家都明白 不過如果是 開三次方 我們就需要寫 8的開三次方 即是8的3分1次方 找一個數 自己乘自己3次 是等於8 2 243開5次方 再2次方 即是243的5分1次 再2次 找一個數 自己乘自己5次 是等於243 這個數是3 3的2次 9 這裏做個總結 我們把剛才說的東西全部列出來 做一些中學的例子 負開方27 3分1次 再2次 2次方要分配 負開方27的3分1次 首先做個分配 其實我們知道負1的2次就是正 開方27 可以寫成為27的2分1次 好像很複雜 那麼 豁好再豁好 成了這些次方就OK了 約了數 即是27的3分1次 答案就是3 這些 例子按計算機當然好 不過現在我們純粹練習性質 讓大家熟習一下定律 64的12分1次 令不令你想起 64 可以想到它是什麼數的次方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些概念 考試其實講求速度 2的次方 建議大家可以不妨背到8次 甚至10次 2的10次方1024 3可以去到6次方 729 1000以來為準 45678 如此類推 當你考試的時候 做MC 來你一個手位坐你隔壁的那個人 很努力拍機的時候 你已經在圈ABCD 64是2的6次 下一步我寫了2的6次 12分1次 9超2 看到我倒轉了嗎 因為是負數次方 在這裡我應用這個定律 但凡是份數的 負數次方 大家可以 放心地把份子份母顛倒 就可以了 再變了一點 次方雙乘 因為它括號6乘12分1 即是2分1次 這裡的2分1次方 分配給份子份母 2的2分1次 9我將它寫成3的2次 那就即是是3 2的2分1次乘2的2分1次 雙加 次方 就變成2的1次 3分2是答案 這個筆記到這裡 這裡是我們網站筆記的連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下一個筆記我們會講 指數、銜數 一些代數的例子 和說它的圖像 希望幫到大家 請教大部分 請教大部分 在這合 提示 請教大部分 出張